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东亚运动会在香港成功举行了大家记忆犹新 政府最近提出 不如承轻追击 我们好不好 申办2023年的亚洲运动会 大家听到这种情况之后 立刻想想 申办这种运动会 意义在哪里 开支是怎样 计不计得数是恰当 我们是一个国际的经济社会 一定要计算数 今天就着相关问题 请来台上三位讲者嘉宾 跟我们谈谈 论题叫做 申办亚运考虑多 开支成效细夺磨 计计成本效益是合不合当 请到三位朋友 在我右边先介绍一下 是许晓辉女士 是民政事务局副长 欢迎你 局长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我正面的是金乃威议员 是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欢迎你 金先生 大家好 还有是雷洪德教授 雷教授是香港证会大学体育学系的副教授 欢迎你 大家好 今天有几个团体应邀出席 分别介绍一下 是我正面的是葵冲苏捷工学的老师和同学 欢迎大家 在旁边的是香港真光中学的老师和同学 打个招呼 欢迎大家 还有就是东区康乐体育促进会主席的李广林先生 欢迎你 还有后面就是浸会大学的体育系的同学 欢迎大家 好了 人马答答 题目第一个就是说究竟我们申请或者考虑申请这些体育盛事的时候 在整个社会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考虑什么因素呢 其实新版亚运我们是有很多考虑因素的 主要我们看亚运会是绝不是一盘生意 而是对香港几个投资 这个投资是什么投资呢 是对我们香港未来的投资 对我们体育发展的投资 以及是对我们市民健康的投资 而它所带来的好处呢 亦都是包含几个方面 对我们自己市民的好处 对我们运动员体育界的好处 对社会整体的好处 以及是对我们香港整体 在国际上的地位的好处 这里是透过我们一些场地的建设 我们推动我们的体育文化 以及进一步去推广我们的体育 当然是自我们的咨询文件 发布以来 我们都收到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可以是归纳 我感受到市民最关心的是 有三个范围 第一个范围就是 到底亚运是否形象高程 到底我们会不会见大白像 在这里其实我们内部 是讨论了很多很多 隔于东亚运的经验 东亚运刚刚过去 大家都记得 我们有宗旨是扮一个不奢华的运动会 而亚运会我们是秉承这个宗旨 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 我们是要拒绝华丽 不见白像 所以我们整个构思 是尽量善用现有的措施 尽量是加快建设已经规划了 以及提升已经规划了的体育设施 这是总体我们做事的标准 所以亚运会对我们香港来说是一个契机 让我们可以将原本已经规划的一些运动场所 可以借这个机会来 有一个聚焦 尽快地兴建 为我们市民大众 为我们体育界 带来更加多的地方 第二点 我感受到是大家都很关注的 就是怎样亚运会可以配合我们香港体育的长远发展政策 简单来说我们体育发展政策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我们的精英化 第二是普及化 第三是推动我们体育的政治化 如果我们将亚运看为一个策略或者一个战术 其实就是将我们这三个政策方向 具体地落实的一个方法 有了这个聚焦以后 就可以作为一个催化剂 令到我们其他的政策和措施 都可以是一个聚焦点 第三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造价问题 跟亚运会直接有关系的造价 大概是145亿 当中包括40亿是营运费用 而另外的105亿是用于场地的提升 我想重申一点就是 这些场地的提升和扩展 全部都是已经规划好的场地 并没有任何的场地 是为亚运会而特别推荐的 而另外大家经常听到的 另外的300亿其中的200亿 已经是一个啟德的综合运动场馆 这个其实已经规划了很久 只不过一直以来 因为其他的各种原因 没有正式的落实去兴建 以及那300亿另外的100亿 也是这些类似的场馆 而我刚才提到105亿的扩展设施 其中有三个是会落实在三个地区 至于300亿内 是会落实在五个社区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看到 假如亚运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 我们可以向前去申办 同时间申办的时候 而有能成功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2023年 我们可以有更多 达到国际标准的场馆 而这些场馆 是未来被市民和体育界继续享用的 早上我看了新闻的时候 也有一个新闻令我非常伤感 就是有一位15岁的年轻人 他在公路上去踩单车 原因他是将要去参加比赛 我们现在香港的场地 确实是不足够 就是因为不足够 他要在公路上去比赛 去做这个训练 这个情况其实一直都是存在 甚至去内地去进行培训 那么很衷心希望 透过亚运会这个契机 我们可以为香港 为我们社会 为市民 和为体育界 具备更多好的场所 共同去推动我们体育的发展 令到整体社会 市民健康 拜拜 好 谢谢 根据那份文件 会提出了另外一点 我会关注到 因为经过这些体育盛事之后 一般市民会强烈地感觉到 一个自豪感 在公众人心目中 幼然而生 这个所谓 人心的凝聚 究竟是否我们的考虑 其中一个问题 如果是的话 值不值得 金乃威有不同的看法 整体相关的 值得好 讨论上 请您发言 我想在讨论里面 其实我想提出 有三点大家可以在 咨询文件里面多讨论 第一点 刚才局长有提到 其实就是说 新办亚运是否会提升到 香港人 或者香港市民 我们的体育文化的 发展的水平 这句说话 其实 我找回一些资料 其实 新办 东亚运动会 都是说这些 东亚运动会 2003年 都是说这些 大家去看看 2003年到我们新办完 我们做检讨了 我们香港市民 对全民运动 是不是有提升到 我们是否有 就是我们培养的 本地的精精运动员 究竟他们 遇到政府 对他们的待遇 如果大家印象最深刻 就是我们 香港足球队 拿到东亚运冠军的时间 大家记得 陈七 陈少奇 第一句说话 就不是多谢香港政府 他第一句说话 就是希望政府 投放更多资源 去照顾他们这些 即是出心出力 好像刚才局长所说 单车运动员 香港都没有场地 究竟政府 是有些什么资源投放 令到提升我们 本地的 运动员的水平 究竟政府 现在又用这些借口 究竟政府 资讯文件里面 完全没有提过 投放多少资源 在体育发展里面 这是第一点要说 第二点要说 就是 昨天局长说 不应该用金钱去衡量 搞这个运动会 申办这个运动会 刚才副局长也说 有很多其他的得益 但是钱是相当重要 因为在文件里面 要提到 过去五年 我们在用在体育的建造 只是三十五亿 如果根据这份资讯文件所说 我降到四百四十 五亿是正确的 这个建造费用是正确的 即是 未来十三年 我们将会多花七倍 在我们这个 场地的建设上面 大家都知道 我们每年本地的生产总值 我们限制我们的财政支出 是百分之二十 我们的本地生产总值 即是换句话 我们多些钱 投放在 这个体育建设上面 我们会影响到其他的开支 政府要答一个问题 这份文件是不全面的 要告诉香港市民 我们投放了四百多亿之后 究竟这些钱 会不会影响到 其他的公共开支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早前大家都听到 孙明阳局长 教育局长 讲中学的小班教学 他就警告 若果进一步增加中学教育的开支 将会影响公共服务的资源 好像应付人口老化的福利和医疗 究竟做亚运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公共服务的开支 这个第二个问题要回答 最后一个问题要回答就是 有关整个预算是低估的问题 我想稍后我也可以多些时间 去讨论这个问题 好 金乃威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 究竟我们上次办完东亚运之后 究竟有没有可以提升到 我们精英运动员的待遇水平 另外就是全民体育方面的风气 有没有提升到 但是似乎你不是反对基本的立论 你是贊成这个立论 只是问题上次做不到 能不能交货 如果一次不行 再来一次 可能会终于实现 我们稍后再详细讨论 雷教授 你是教体育的 我相信你也很难不赞成这个 这样的看法 我们在大学里面有体育学系的开系 就是一九九二年开始 有这个体育系的成立 在大学里面 其实就是在体育相关的科研 要数一点历史 其实我们香港的体育发展 是有规模的 都是在八十年后才比较有规模的发展 原因就是因为六七年的暴动 当年的港英政府就计划 咦 有什么活动给年轻人去做 于是在七十年代 成立这个康体事务委员会 那一类的机构组织 所以其实我们硬件的设施来说 大约都是三十年左右 三十年左右 由零的时候到现在 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现象 可以让大家看到 但是这次政府在申办 2023年的亚运 我个人来说 就是出现了一个 所谓有恶有恨的感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在体育发展来说 透过一个大型的竞技运动会 正如刚才局长所说 凝聚我们的社会 大家的团队的精神 透过体育运动提升我们的体育文化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市民 市民会看就是说 过去这二十年三十年 你的体育发展来说 似乎就不是说做得那么好的时候 你要问 纳税人拿这么大的金钱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真是有一个 两者讨论的空间 但是就是我今次看到这个应否 无论是结果是成功或者是失败都好 就是政府这个立场去申办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好一个社会的讨论 其实你看看社会不是那么多的声音 是讨论香港是相关的体育的发展 或者体育的文化的 那么其实有些数据呢 在今次这个申办书里面 我觉得就比较失望一些 政府是没有摆下去的 特别是在推广那个全民体育 那么西方的社会的数据已经是确定了 其实这个十几年前 在比如美国加拿大已经做了的数据就是说 普及体育的推广对于我们的医疗开支的 省到多少呢 这个数据呢 大致上是占我们的医疗开支的2.5到5%不等 那么我们当是2.5的开支 医疗开支的话呢 如果是500亿 就当举例医疗开支500亿才算 2.5%都是至少超过10亿的 那么如果有这个数据 是被市民看到 和我们的策略是同步进行的 我们申办的同时 我们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的政策的改善我们的全民体育 很不幸就是 现在仍然有四成的香港市民 是完全没有体育的运动的习惯 那么是这样呢 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体的医疗开支 提升我们的社会的生产力 在这方面呢 其实是很多空间去做 但是也都很不幸就是 在康体发展局装拆了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这方面的科研的政策的基金 是没有的 所以在大学方面 也都拿不到一些任何的资助 在这方面的政策上做一些研究 好 谢谢三位 那我们休息一会先 第二个环节回来 请局长解释一下 刚才金山和雷教授所提出来的质询 究竟香港应不应该申办2023年的亚洲运动会 好处是刚才局长已经说到 不过呢 金乃威和雷教授提出一些问题 就说譬如说我们要举办运动会 以前我们举办了东亚运动会 那么我们的全民运动的精神 有没有提高到 我们的精英运动员的水平 有没有可以得到 提高他们的待遇如何 还有我们整体来说 我们整个社会的所谓全民运动 我们的设施 还有我们对整个社会民众的健康 那些细致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充足的讨论呢 如果没有 就去贸贸然再申请一个运动会 很难不引起民众的质疑 那么局长怎么回应 是 好多谢金议员和雷教授刚才的提问 我再分几点去回应 第一就是在资源投放方面 关于资源投放 在运动方面 为什么我们没有包在 新闻的资讯书里面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是一个持续的投放 并不是直接与亚运有关 有没有亚运 我们仍然会持续去投放 在体育发展 而且会着面 去增加相应需要的资源 这个在哪方面呢 我只是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体院重建 我们刚刚投放了18亿 在体院的重建里面 而以后呢 体院亦都每年有 一亿 大概一亿的资源 是重点培容 我们九百位的精英运动员 而至于普及体育那方面 其实每年我们投放2亿 是透过不同的体育总会 和体育团体 是推广学校体育普及计划 这方面的投放 是并不包括我们康民署 自己每年所举办的 三万六千项活动 当中是有二百万的市民大众 是受惠的普及体育活动 这是在资源投放方面 至于另外一点 就是关于那四百亿资本投资 我想重新一点 就是四百亿资本投资 并不是由于东亚 亚运会而来 其中二百亿 举一个例子 就是 啟德的综合体育运动场 有没有是亚运会 其实我们都会向前走 而其他所规划的运动场地 亦都是我们总体资源投放里面的一部分 刚才金议员所提到的三十五亿 是我们过去五年 投放在硬件方面的设施 除下来大概每年 就是大概七亿左右 其实未来我们都是按正常规划 亦都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资源 但是亚运会就给到我们的契机 让我们这些场地可以有所提升 让我们这些场地在建设的时候的时间表 可以是和其他各项建设可以有所在竞争 希望可以是进化去落实 我也是非常认同 雷教授刚才所提到的 关于普及体育 可以为社会带来的好处 这也是正正为何我们举办东亚运 亦都是今次希望是争取 大家支持申办亚运会 整体市民的健康 是我们民生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是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共同去举办香港这个未来 为了我们下一代健康的亚运会 好 那金议员和教授 不知道有没有回应 满不满意答复 教授 其实市民我觉得是理性的 如果能够政府是真的 在未来的体育和健康相关的 一些政策上有一个突破 我觉得市民未必一定是为反对而反对 我们香港市民是可以很理性地讨论这些问题 但是给大家看到的 就是过去这十几年 在负责体育的政策方面的官员 其实转得很多 以及以所谓的政府的AO的通财 去管一个体育的发展 其实存在的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涌现 这个问题我想是需要解决了 另外市民有一个考虑的话 就是说政府要让市民看到 你做了一些体育发展的东西 其实这些达标的东西 是在现在的政治相关的议题里面 是应该可以量化给市民看到的 譬如如果我们申办的时候 我们未来五年十年会怎样呢 如果大家看回规划处的资料 我们在体育发展的规划里面 是有16样是属于主流的刊落活动 而其中有一些项目说出来 大家真的不会察觉 其中滚足楼兵是我们主流的刊落活动 木球是我们的主流刊落活动 而碧球也是 但是碧球场我们是个性 而是需要还一些碧球场 给其他的设施用途 那就是说我们的规划 和我们的汤体发展 是有很明显脱节的迹象 这是第一 第二样量化的就是 世界性和内地都会用一个 所谓的体育人口的指标 第二个就是人均体育面积 每一个市民我们平均能够使用 体育相关的设施的面积有多少呢 内地大约是平均一点多平方米 而西方社会 他们的数据大约是超过十平方米 那我们香港是多少呢 其实我们没有这些数据 好 谢谢 金議員 我想我也想补充一点 就是说有关 刚才局长所说的建设问题 那现在所说的四百多亿呢 我很担心 就 必然是会一个低估 我自己保守的估计呢 最终 埋单 计数呢 可能是超过六百亿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到呢 有关这些所谓的基础建设呢 是说今天的造价 在我们的最近大家记忆 由新就是高铁 原本由三百多亿呢 就变了六百多亿 那个建造价是上升了四十多个百分比 也都看回东亚云 我手上的东亚云的例子 就是将军澳运动场 这个就是因为东亚云才建的运动场 那当年呢 就是二亿九千万的 结果埋单计数呢 就变了三亿九千万 就升了三十五个百分比 那所以 我相信在政府其实 是要提供这些数据给市民 就是说你能够给市民知道究竟 因为为什么呢 局长常都说 到时每个项目 都能够呢 会去立法会拿个撥款 那到时再决定吧 申办了 没办法了 一定要给你通过 那变了这个都不是我们想见到的情况 那我觉得政府是有的责任呢 是确实将这些数字呢 是提交给公俊 去作为讨论 2023年到现在 还有成十几年 你叫他计算准确数给你 又好像强难所难 对不起 其实在过去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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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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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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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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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办2006年亚运会的时间呢 當年是有個估算的 其實政府找了一個顧問公司 做了一個財政預算的 顧問報告 它是有個推算的 當年的報告有個推算 我希望政府把這個報告都能夠公開 令市民知道確實的數目 好的 我們請現場的朋友發表相關的意見 不如我們請問李光臨的聲音 李先生 我們是體育界的 當然是贊成 是舉腳贊成 至於那個數字 我亦都很贊成 今天一位所說 要認真仔細 量度思量的數字 以及認真結算 不要超知 同時 我們 做到一些場地出來之外 我們能否好好地利用 最重要是利用 今後的利用 不要變成大白象 正所謂 大白象就是不要用到 而 你投放這麼多資金下去 事實上 我們體育界人士 場地是很急需的 周時 是爭崩頭的 無論是游泳 打球 球場 還有一些木球 有些是多 有些是少 不過這個應該應該有一個 調節 這個應該時候 是一個調節 來的 至於這個 是 我們 這個 做這個 做這個節目 是 是要 眼光放遠一點 因為這個 最重要是放遠眼光 好 因為有13年的 我們攤分這個數字 我們 那百多億 都可以攤分的 我們還可以計算 精打計算 我希望正可以 都精打計算 其實 很多方面 我們都會見到 市民 有些數據 都會說 會支持 舉辦這個 東亞運動 會是一個正確的事情 你剛才說過 舉辦這個 亞運 其實你有一筆錢 已經是 決定了 會投資下去 去建設一些 場館 其實在東亞運動 會看回 其實我自己本身主張 確實是 將運動場 建立之後 那區的文化氣氛 確實好了很多 還有使用場地 的方面 是好很多的 那我就想問 其實我們發覺 政府在硬件上 我們覺得是做得很好的 有建設設施 但我們反而是想知道更加多 政府會怎樣用一些 在軟件方面 怎樣去讓市民 普民大眾 怎樣去做多些運動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希望 運動 不是單單在高水平精英運動員 上面的發展 反而都是想 顧及到市民 怎樣去利用場地 設施怎樣去普及這個 市民去玩運動 多些 怎樣去減低 醫療方面的負擔 那些方面 可以嗎? 謝謝 為了行動的朋友 多謝主持 三樣東西想回應 第一 金賴威你說 政府開支 對其他公共的服務影響 有一個先例已經可緩了 高鐵的669億 已經影響到沙中線的建設 只是這件事 麻煩政府 真的應該去想清楚 到底這筆錢 應不應該去用 第二件事 透過新辦亞運去推廣體育 提升市民運動的意識 我想問三條問題 第一 東亞運動會 陳七 帶領著香港隊 拿了金牌回來之後 曾經輝煌的香港足球事業 到今時今日 還可不可以用一潭死水來形容呢? 第二 運體育的設施 第二 剛才提到的單車問題 我很想去講 我很深刻印象 洪松任 罵了香港政府沒有單車培訓的設施 罵了三十年 到今天搞了些什麼 還有的就是要提升運動的意識 香港人 有誰不想做運動呢? 大佬 朝七晚十一時怎麼做呢? 好了 第三件事 東亞運動會呢 作為曾經一個東亞運動會的工作人員 九隊 玩了十幾天 那些工作怎麼混亂呢? 政府幸好 因為沒有什麼傳媒報導 但如果 拿出來再一個對比 亞運會2006年的 多開亞運會 四十五隊 九千五百幾個運動員要接待 政府會不會不出亂子 我這個看不到任何的可能性 多謝主持 好 不如局長簡單回應一分鐘剛才的提問 好嗎? 然後我們結束之後 準備第三節 好 剛才都有各方面的提問 雷教授提起 即未來五年我們會見到些什麼呢? 我個人看法 未來五年我可以以這個香港運動會 來做一個例子 每兩年舉辦一次 我們過去 今年是第三 即未來是第三屆 我們看到運動項目一直有提升 我們看到參與人數一直有提升 我們看到參與人數一直有提升 隨著大家對運動的投入 我們相信未來是更加多人去參與的 另外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我們香港有一個先進運動會 就是適合三十五歲以上的朋友參加 裡面可以有父母 子女 夫婦共同去跑步 是很溫馨的一些運動會 希望都可以透過我們更加鼓勵市民大眾去參與運動的時候 我們看到更多人去參與 另外不得不提 當然從成績上面 亦都可以看到我們對於體育發展的提升 我就以最近第一屆亞洲青年運動會為例 香港在四十五個國家和地方裡面排第五 成績絕對不差 這是由於過去十年 政府加強了投放在體育發展方面 而看到成績 而體育發展並不是一朝一日就可以達到 是一個長期的投資 長期的工程 所以我們希望隨著我們持續投入 未來我們的體育發展更加興旺 至於金議員提到 2006年的估算 當時我們是被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報告裡面 有我們一些詳細的財務估算 這次亞運會我們一樣 亦都會向財委會到時有一個申報 這樣到時是經過財委會的批准 我們才向前走 所以到時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財務 好 多謝各位朋友 我們先休息了這一節 第三節回來再詳細的經過 好了 我們究竟應不應該 申辦2023年的亞洲運動會 台上講者和部分朋友發言過 我們聽聽中學同學的看法 蘇哲公學 各位你們好 我是葵聰蘇哲公學的代表 我今天主要問的問題是有兩個重點的 我想問一下許庫局長 剛才你提及到體育的發展是一步步進行 但是新辦亞運會就會一次投放大部分的資源 來到體育發展 那是否和一步步相違背了呢 而且目前香港的民生問題 好像隧道加價還未解決 就大量投放資源在體育方面 那是否和香港特區政府堅持以民為本 以利益為衣櫃相違背呢 還有呢 香港舉辦亞運可以提升到市民對於香港的自豪感 但是這些只是靠運動員成績 剩下的短期認同感 但是為什麼不放在其他資源那裡 好像醫療那樣去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質 令到市民真正地提升他們的認同感 那究竟值不值得舉辦這個亞運會呢 好 謝謝香港珍光中學 喂 你好 我是香港珍光中學的中四同學 我想問一下 其實如果舉辦2023年的亞運會 其實亞運會只是短短兩星期裡面 可能真的可以提高到市民當時的討論或者關注到的 但是過了兩個星期之後 可能市民對於運動的熱情就因此而減退了 加上香港市民現在做事很辛苦 其實他們都沒有時間去做運動 那看來政府要去增進市民對於運動的熱情 是難上加難的 那我想問一下政府在這方面有什麼對策呢 謝謝 好 那我們聽到許先生 許先生 許先生 我認為這些在這裡吵冤巴閉 我覺得太過短見了 提升體育運動的 所謂四百幾億 不是一次過撥出去的 是分開十年裡面慢慢的 大哥 你們不要忘記 這裡叫人扶貧 但是這裡又不向香港工人製造就業機會 這是很錯的 同時香港如果本身養野鐵絲落後 老實說怎樣提升香港的地位 那些運動員辛苦得又沒有場地去訓練 那這個不是這種這種短視文化的 不如把錢分鎖更好 這個是只有一時過的 但是我們要做的迷領導者 一定要有長遠的眼光 要長遠的事 謝謝 後面浸會大學的同學 你好 香港浸會大學 聽我系的學生 請浸會大學的同學 是是是 我就想提出一件事 在亞運裡面 預計會用到四百多億的 在建設場館方面 可能就用了二百多三百億 那我覺得 在這十年裡面 用這二百多三百億 是不是就是投放這十年裡面呢 我覺得如果將這些場館建設之後 在將來未來那十年二十年 我覺得香港的場館 真的很夠用 所以要撥出去 體育方面的支出 相對都會減少 那麼 長遠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這個 亞運來說是很划算 而且 我們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做到 剛才阿許先生所說 投放資源在亞運方面 亦都投放資源在普及運動那裡 將香港市民的健康 提升到一個高一點層次 亦都可以配合香港的政策 例如剛才有些同學都提到 香港市民上班真的很辛苦 他們有沒有時間去做這個運動呢 這方面 我想政府都可能要想一些辦法去解決一下 香港市民一些大眾的壓力上面的問題 謝謝 謝謝 請大家坐下 化妝的同事 麻煩你拿些衣服給前面的朋友 好嗎 我們回到台上 好了 剛才我們朋友提出很多的問題 我想不到中學生的問題都相當尖銳 局長 怎樣解決我們現在整個整個社會 所謂的平衡發展不同的需求 當然你做民政 有任何項目 你當然盡力為之 非常敬佩局裡的朋友 但看回整個社會 我們這件事 是否真正我們目前 2010年所需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主持人剛剛提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全面的平衡發展 我們局絕對不是看押運作為一個項目 因為押運 剛才有同學已經提出 只是兩個星期的一個活動 我們看重的是押運的前期 以及押運的後期 持續可以起到對我們體育發展的作用 剛才大家所提到的145億 或者是我們未來會見場館 有沒有押運都會見額外那300億的總投資 是分13年而去投入香港的體育發展裡面 絕對不是一步到位 而且好幾位講者都提到 就是健康和醫療的關係 當時民大眾的身體更加強健 體魄更加壯健的時候 我們的醫療成本也會降低 我們一定要將所有的 和社會有關的元素全面這樣看 這樣對民生的發展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我也想提一提的就是 關於所有的運動會 它可以為運動帶來的作用 雖然有各部分的運動員 可能覺得我們現在的投放仍然是未足夠 但我們確實是在過去幾年 一直增加投放 以及我們剛剛也是向這個 體育及藝術發展基金 注資了30億 未來每年我們會容許收入 會繼續投放在體育發展裡面 希望共同來推動體育的發展 好 謝謝 金議員 一分鐘 大家其實看到有關的體育發展 我不需要多說大家 問市民在東亞運動會 前後 究竟香港市民有幾個 有一個感覺到 他是有機會參與全民運動 大家覺得那個體育發展 就是精英的運動員 本地運動員是培訓 是符合到大家的要求呢 有眼睛的 這點我不再多說 我想緩引一點 有關大白象的問題 有關場館建在這裡 究竟怎麼用的問題 我只是舉一個數字 根據香港大球場 在過去08、09年度 只是舉行了37次的活動 這37次的活動 有多少是體育的活動 都是一個疑問 究竟我們建了這些場館 之後 是否能夠善用呢 加上最近講的BMS 單車場為例 這些都是我們討論的地方 好 呂教授 大概還有半分鐘左右 其實剛才論壇上高 有些討論的聲音 就說 是否將錢拿來 搞好民生或者其他事情 其實我覺得 個人覺得 社會 我們三思十二局 是會有不同的政策局 需要有一個平衡的發展 因為現在十二局的政策 會不會出現一些 不是那麼平衡的時候 市民有些這樣的迴響 另外就是 在看體育發展來說 在殖民地的年代 是屬於福利性質的原則 而是比青少年有體育發短 但是回歸之後 就改動了一個比較主導的形式 這個轉過程 我覺得都要再深究 有時間到了 這個諮詢到下個月底 大家繼續發表意見 拜拜 請問我的話 我們請問 來自行的 再次的選擇 我們要求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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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